中国国务院委员戴炳国星期日对韩国总统李明博说 北京将争取缓解南北韩对抗局面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 戴炳国在首尔会晤李明博士说 朝鲜半岛局势令人担忧 双方一致认为有关各方应共同努力 认真接触对话缓和局势 中国高级外交官伍大伟星期日 在北京呼吁北韩去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各方代表团团长 12月初开会 不过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立即表示 目前并不是恢复六方会谈的时候